苏玛拉姑的墓穴已经挖掘,便发现其中有一口大缸,这不禁让人质疑康熙帝曾经宣称的后葬之礼。 诀传,苏玛拉姑逝世后,康熙帝为了彰显其知恩图报之心,特地下旨以嫔妃之礼后葬并恩准,将其与孝庄皇太后合葬,这无疑是无上的荣耀。 然而,事实果真如此吗? 长久以来,人们以为苏玛拉姑的墓中定有诸多金银财宝,但直到现代真相才被揭开。 原来,他的墓穴与康熙帝,所谓的后葬标准相去甚远,墓中的那口大缸更是揭开了康熙帝百年来的谎言。 这个谎言,康熙帝曾向天下臣民撒下,但直到百年之后才被诗人识破。 这位为大清奉献一生的女子,其结局实在令人唏嘘。 苏玛拉姑与孝庄太后之间,有着深厚的姐妹情谊。 她作为孝庄太后的侍女,历经清朝太祖、太宗、士祖和圣祖,四个朝代,与清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苏玛拉姑原名苏沫尔,是蒙古族人,不仅长相甜美、聪明伶俐,还略懂诗文。 公元1612年,她出生于克尔庆草原的一个贫苦牧民之家,自幼变成为孤儿。 然而,因其出众的才貌,她被王府的贝勒债桑看纵,带回府中,成为孝庄太后的贴身侍女。 孝庄太后,汝名大狱儿,是她一生侍奉的主人。 公元1625年,孝庄太后,被兄长护送到后京都城圣经,与皇太极成婚。 而苏玛拉姑作为她的贴身侍女,也随同前往。 在圣经的日子里,她不仅陪伴孝庄太后,度过了许多重要时刻, 还担任了康熙帝的启蒙老师,为大清王朝的稳定与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 那么,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,皇太极是否曾经宠兴过苏玛拉姑呢? 答案是肯定的。 否则,仅凭一个侍女的身份,又怎能在宫中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呢? 公元1644年,兴君入关后,她便跟随以称为皇后的孝庄皇后, 一同进驻北京紫禁城。 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赤诚之心,赢得了孝庄皇后的深深信赖。 孝庄皇后,经常委派她执行许多重要的任务,而她也总能出色地完成。 在随后的日子里,苏玛拉姑与孝庄皇后共同经历了许多纷繁复杂的宫廷斗争, 两人之间更是培养出了一段超越姐妹之情的深厚感情。 谈及苏玛拉姑与康熙皇帝的关系,可以说她是康熙帝的初恋。 她对康熙帝的感情既复杂又深沉,既是她的姐姐又是她的臣子。 而康熙帝对她的感情也是真挚而深沉的。 据传,在康熙的大婚之夜,她还曾向他表白自己的情感, 但遭到了苏玛拉姑的婉拒,最终选择了孤独终老,一生未曾婚嫁。 据清朝李亲王、爱心觉罗、昭莲撰写的《笑亭杂技》记载, 苏玛拉姑一生中有两大怪癖。 一是,她中年不洗澡,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真的从不清洁身体。 实际上,她只在每年除夕那一天,用少量清水擦洗身体,并会将用过的脏水喝掉。 二是,她终生不吃药,即使病情严重,也从不服用任何药物。 然而,令人惊奇的是,她依然活到了90岁高龄,无疾而终。 公元1643年8月9日,52岁的黄太极突然离世,而她生前,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。 这导致她的儿子豪格和锐亲王多尔滚,都对皇位虎视眈眈。 最终,孝庄文皇太后,凭借多尔滚的支持,成功拥立其子弗林为帝,即顺治帝。 当时,顺治帝年仅六岁,朝政大权时期上,掌握在摄政王多尔滚手中,顺治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控之下。 由于顺治年幼,急需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协助, 但按当时规矩,母子每月仅能见一次免。 因此,孝庄皇太后与顺治帝之间的秘密联络,全由苏玛拉姑承担,她成为了二人之间的秘密信使。 要知道,这是一份极其危险的工作,一旦被摄政王多尔滚发现, 不仅是她,甚至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都会有生命危险。 顺治帝在执政的成长道路上,苏玛拉姑的邦教不可或缺, 她对顺治帝掌控朝堂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公元1654年,玄业出生后,即后来的康熙帝, 孝庄太后便指派苏玛拉姑作为她的启蒙老师,教她读书写字, 这足以看出孝庄对她的信任。 公元1655年11月,宫中天花疫情肆虐, 为了避免皇子们受到感染, 他们都被牵制自禁城外避疫。 天花在古代是不治之症, 且传染性极强,病死率极高。 小玄业住在宫城西华门外的一所宅地里, 而苏玛拉姑则每天冒着被传染的风险, 起码往返于慈宁宫和玄业的居所之间, 按照孝庄太后的要求施教, 正是她的精心教导, 使幼年的康熙帝懂得了许多人情势力。 康熙皇帝最终能够成就千古一帝的盛名, 为国家带来繁荣昌盛, 与苏玛拉姑的阴阴教导密不可分。 晚年时,康熙帝回忆起这段往事, 仍不禁泪流满面。 在皇太极长子豪格和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滚争夺皇位时, 他还曾多次貌似选说多尔滚, 最终使其心甘情愿地辅佐康熙帝。 公元1687年, 孝庄太后病逝, 苏玛拉姑深受打击, 康熙帝恐其悲伤孤独, 便把皇十二子印桃交由他抚养。 按清宫惯例, 只有妃嫔以上级别才有资格抚养皇子, 而他能够抚养皇子, 充分表明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和重视。 康熙大帝为享年93岁的苏玛拉姑举行了隆重的国葬。 公元1705年10月24日, 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离世令53岁的康熙帝悲痛欲绝。 为了回报他, 对大清和自己的杰出贡献, 康熙帝按照妃嫔的礼遇为他办理丧事, 所有皇子都出席了葬礼。 康熙将他安葬在青东陵, 风水墙外, 东南方向的新城, 与孝庄太后相伴, 并在其墓中放置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, 豪华程度, 堪逼太后。 然而, 尽管身份尊贵, 但他终究只是一名侍女, 能享受如此殊荣, 足见他在生前的地位之高。 最终, 康熙帝后葬苏玛拉姑的真相, 在1900年被揭开, 考古学家在河北朝西陵以东, 发现了他的墓葬, 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。 从外观上看, 灵锦上方修建有宝顶, 规格颇高。 但进入墓穴后, 却发现内部极为简陋, 空间狭小, 且没有任何嫔妃墓穴应有的精美陪葬品。 墓穴内仅有一口大缸, 保存着骨灰, 这表明它曾被火化。 在古代, 火葬被视为大不尽, 因为古人认为身体发肤, 受之父母, 不敢毁伤。 而且, 古人一直秉持入土为安的观念, 更倾向于土葬。 从灵木的整体规模和结构来看, 显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厚葬。 这位为大清奉献一生的苏玛拉姑, 嘴中静落得如此下场, 实在令人感慨。 其结局实在令人感慨不已。 康熙帝言行不一, 并未给予他厚葬, 他只是想让世人看到, 他是一位知能图报的皇帝, 以此给百姓留下好印象而已。 感谢观看